来看到我们买的东西要付钱 就是天经地义 但是台东呢 有一位杂货店的老板娘 真正是有气是有 经营了16年下来呢 常常就是卖面子啊 做人情给相亲 好啦好啦 这次没有带钱 先奢得下一次再付啦 结果呢算一算 金额已经累积超过40万了 台东一个偏远的 小地方的一家小杂货店 我们今天在开玩笑说 这个老板娘真的是心地很好 可以让人家欠到超过40万 这样怎么经营的下去呢 老板娘现在把奢账的名单 贴在大门口 要欠钱的邻居们啊 还钱了啦 走进台东盐平乡 这间杂货店 在店门口有张告示超吸金 哦他不是公告 店内打折大回馈 而是老板娘把乡亲们 赦账公诸于世 上头写着两年以上待账 入榜的乡亲友 胡先生王先生张先生 还有徐先生 金额从1000元到7000元不得 我们有时候想说 他怎么办朋友来了 不欠给他 总是给左林右舍做人情 但是奢账的顾客 钱进了 但却似乎忘了要还 目前是看到我就会跑掉了 当做没看到这样 你看 你看 你看这前面这个也是 欠钱还装作不认识 老板娘无奈苦笑 真的是真心换绝情 这间杂货店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什么都卖 经营16年 小本生意 乡亲们奢账也不客气 16年来累计金额超过40多万 如果换成我们每一个人 都这样子钱的话 那老板娘就不用生活了 经过当地调节委员会 以及公布名单之后 确实有相信还钱了 不过现在还涉账10多万 老板娘只能无奈呼吁 年底快到了 欠钱不要欠过年 这是学路绍子养 台湾报道